科学家们成功开发了一种在室温下可用于3D打印固体物体的高导电性金属凝胶 这种金属凝胶结合了同颗粒和阴加合金 前造后形成固体状态 在加热时可以展现可控的形状变化 这种技术被称为4D打印其中的第四维代表时间 研究人员成功地使用金属凝胶在室温下打印了金属蜘蛛 并通过四维打印的过程进行组装和固化 最终形成了3D形状的物体 这项突破性技术具有高导电性 为制造各种电子元件和设备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该研究使用微米级铜颗粒溶液作为起点 在其中加入少量室温下成液态的阴加合金 并将混合物搅拌在一起 在搅拌过程中液态金属和铜颗粒相互粘附 形成了一个金属凝胶网络结构 这种凝胶状态的浓稠度非常重要 因为它保证了同颗粒在整个材料中的均匀分布 这种金属凝胶可以使用传统的3D打印喷嘴进行打印 并在打印过程中保持其形状 当物体在室温下潜造时 它们变得更加坚固 同时保持其原有的形状 有趣的是 研究人员发现颗粒的排列方式会影响材料的潜造方式 例如如果打印一个圆珠体物体 那么在潜造过程中 侧面的收缩程度将大于顶部和底部的收缩程度 如果物体在室温下潜造 这个过程会足够缓慢 不会对物体的结构造成变化 然而如果在潜造过程中对物体进行加热 例如将其放置在80摄氏度的热灯下 那么潜造过程将变得更快 从而导致物体的结构变形 这种变形是可以预测的 因此通过控制打印物体的设计图案 以及潜造过程中的热量暴露 可以使打印后的物体改变形状 最终 这种四维打印技术提供了一种创造 具有所需尺寸结构的工具 结合了传统的三维打印和时间因素 除了形状变化的特点外 这种金属凝胶还具有高导电性 虽然不及传统的铜线导电 但在室温下3D打印铜线是不可能的 这使得这种材料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研究人员对于这种材料的应用感到非常兴奋 并希望能与行业合作伙伴合作 探索潜在的应用领域